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细说Linux配套视频 我是沈潮老师 在屏幕上有我的微博和兄弟联的官方论坛 欢迎大家通过这样的方式跟我们进行交流和沟通 我们继续本章课继续来讲解我们的权限管理 还是讲第二节文件特殊权限 在这之前我们已经学过了Site UID Site JID权限 这节课我们来学习StickIt BIT 这个StickIt其实就是我们英文单词黏着的意思 那这个BIT就是比特这个位的意思 所以我们也把SBIT权限称作黏着位权限 好 这里我们来说一下黏着位的作用 前面我们的SUID 大家如果还记得 它只能给可执行文件来分配SUID权限 而SJID呢 既可以给可执行文件分配SJID 也可以给目录来分配SJID权限 它的作用不太一样 那SBIT呢 这里小心 它只能给目录分配 只真正目录分配 那也有说 我们前面说过了 分配这个SUID SJIT SBIT的时候 我们用4代表SUID 2代表SJID 1代表SBIT 在一个文件的普通权限 假设是755的时候 在这最前面第四个数值 代表这个特殊权限 那这个时候我们说是允许分7755 其中 755代表这个文件的所有者 所属组和其他人权限 而这个第一个期呢 代表就是这个四个三个特殊权限 同时拥有 但是我们说 这样虽然可以付 但是没有意义 原因 他们这三个权限 针对的操作对象 说了 SUID只能针对 可知情文件 SJIT可以针对 可知情文件 可能可以针对目录 而SBIT又只能针对目录 所以 不管你给哪一个是文件 赋予7权限 还是一个目录 赋予这个7权限 他都有部分权限会不能生效 所以啊 我们一般不会给一个文件 或者一个目录 把这三个特殊权限同时赋予 而是根据需要 我们需要什么 付什么 哎 这就是我们解释一下 这个操作的这个对象 那SBIT 也就是年卓位 他操作的对象是目录 哎 这是第一个注意的地方 第二个呢 我们的普通用户 应该对这个目录 拥有 写和 执行权限 那也就是说 我们要求这个普通用户 可以在这个目录当中 可以进入 同时可以在这个目录当中 上传 哎 那有了这些前线强件之后呢 我们年卓位是干嘛的呢 如果普通用户有写权限 那 他可以删除这个目录下的所有文件 那也就是说 如果没有年卓位的时候 普通用户如果对某一个目录有写权限 那么既然有写权限 代表他可以手工上传 可以删除 当然也可以干嘛 改名复制干贴 等等 那也就是说 他可以删除这个目录下的所有的文件 但是啊 那也就是说 我假设我给某一个目录 给了777权限 最常见的就是探测 哎 根下的探测目录是我们的临时目录 这个目录的权限默认是777 那也就是说 任何用户 包括普通用户 都可以在这个目录下 随便创建文件 但是他会带来一个问题 用户U字1 在这个文件目录下 假设创建了一个文件 哎 那当U字2登录的时候 他就可以把这个文件给干掉 那U字一回来 就发现 哎 上次我登录之后 我创建的文件消失了 那这个情况啊 可能就会造成一些管理混乱 那这是在没有年卓威的情况 那如果有了年卓威 注意年卓威对root无效 啊 他限制的主要还是普通用户 那就说 如果一个目录赋予了年卓威 给这个目录赋了权限不是777 而是1777 代表给探测目录赋了年卓威 赋了年卓威之后呢 普通用户就算有写权限 但是呢 他只能删除自己建立的文件 而不能删除其他用户建立的文件 那也就是说 U字一用户建立的A文件 只能由U字一用户来删除 当然可以由root删 入口用户不在这个范围之内 但是U字二用户呢 他就不能再去操作 或者是删除其他用户的文件 当然他能看 当然他能看 但是不能删 这就是我们说的年卓威的作用 再说一件 年卓威首先小心 只能对目录有效 其次 他针对的是普通用户 所以普通用户对这个目录 要有写入权限 接下来呢 如果一个目录赋予了年卓威 那么普通用户就可以进行 建立自己的文件 但是不能删除 其他用户建立的文件 除了入层用户 那也就是说 SBIT SUID 和SJID 这些特殊权限呢 对入层用户来讲 还是没有什么作用了 还是没有什么作用了 那我们说 最常见的系统当中 拥有年卓位的目录 就是探封目录 打开之后 在这里会看到 他的在其他人的这里 写权限这里 换成了T 换成了T 那我们来看看 探封目录 大家会发现 他的文件是1777 那也就说 任何用户都对他拥有读写知识 而且他还拥有SBIT权限 那我们试试 我们来看看 我们当前目录下 有这么多用户 Uz1 Uz3 LAMP1 IC 李明 还有沈潮 什么B美眉 苍老师 还有试听 那我们随便找一个用户 比如说 我们速成IC 这时候我CD到TEMP目录下 在TEMP目录下 我创建一个自己的文件 IC Test 好了 这个文件有了 那我再切换成 另外的一个用户 比如说Uz1 注意 超级用户 切换成普通用户 不需要密码 普通用户 切换成超级用户 或者切换成其他普通用户 都需要输入正确的密码 好了 现在我是 Uz1 我们CD到TEMP目录下 刚刚能进去 刚刚SC用户创建的这个文件 我也能看到 当然他们所有者 所属组都在这 但是 我是不能删这个文件 哎 我们讲过了 能不能删除目录当中的文件 是看我对这个目录有没有写权限 那现在我们来看这个目录的话 明显的 任何用户对这个目录都有写权限 按理说 Uz1用户 是应该可以删除这个目录下所有文件 但是由于SBIT权限的存在 由于这个权限的存在 所以呢 这个文件只允许创建这个文件的用户 SC删除 而其他的用户 比如说Uz1 他就不能删除这个文件了 哎 这就是SBIT黏着位的作用 他相对来说 比我们前段学习的这个SUID SJID要简单 要好理解一点 他主要是为了干嘛 防止什么 我给一个目录附了777权限 然后呢 任何用户进来都可以删其他用户的文件 容易造成无操作 那我们主要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 而使用SBIT 那么SBIT使用的时候 可能他反而就不像SUID和SJID那么威胁 那如果需要的话 大家就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来分配 那既然能分配 那我们说他肯定应该有设置和取消黏着位的方法 其实他的设置方法和我们前面的这个命令格式是一样的 755是这个目录 注意他只能针对目录 他的默认的权限 那这个E呢代表黏着位 当然也可以用O加T的方式来代表 来赋予黏着位 O代表其他人Otherist T呢就是黏着位SBIT的作用 那能够赋予 当然就应该可以取消 取消其实很简单 只要把权限这个黏着位权限不起 就可以取消 或者用O-T的方式 都是可以的 那这种设置和取消方法 跟SUID和SJID的设置和取消方法 基本一致 那我们演示一下 注意 SUID的赋予方式 赋予人只能是Root 普通用户不可以 所以呢 我这里我可以随便再跟下创建一个目录 跟下创建一个目录 比如说Test 接下来默认他 他的默认的权限 哎 就是755 那这个时候 我就可以给他赋予 1755的方式 来赋予 年桌位 赋予之后呢 再去查看 哎 他就拥有了年桌位 当然啊 这个 因为其他用户没有写权限 所以这个年桌位没有太大的作用 因为我们说了 看回过头 我们的普通用户对这个目录要有写权限 年桌位才能是才能有真正的作用 那没有写权限 其实普通用户是不能上传的 年桌位也就失去了作用 但是确实是可以赋予 啊 那能够赋予 那是不是就应该可以用 O-G 当然也可以直接打755 来方式来取消这个年桌位 再来查看 这个年桌位就消失了 好了 这就是年桌位的赋予和取消方法 很简单 跟我们前面学习的都是一样的 这里再说一遍 小心 这个特殊权限这里 一般不会给7 那也就是说 像这样的77755 这样的数字很难赋予 原因我们解释了 每一种特殊权限 它针对的操作对象都不一样 那你后面只能是一个文件 或者是一个目录 如果你赋予7 那总有一个特殊权限 对这后面的这个东西 后面的文件或者目录 没有没有作用 或者说他赋予之后 也没有任何的意义 哎 那但是如果我非要赋予 也是可以的 好了 我们经过了三节课 把文件的特殊权限讲完了 我们主要讲了SUIT SJIT SBIT 这样三个特殊权限 SUIT 大家需要注意 它只能针对二进制文件 一旦给它赋予 给一个二进制程序 赋予了SUIT之后 普通用户 在执行这个文件的时候 它的身份 就会暂时性的变成 这个文件的所有者 一般就是入层户 这个非常不安全 一般情况下 不需要大家赋予 而且我们还需要 定时检测 系统当中 拥有SUIT的 或者SJIT的文件 是否会突然多出的 如果多出来 都是一个非常大的安全隐患 我们应该手工进行清除 接下来 我们讲了SJIT SJIT就可以 既针对二进制文件 也针对目录 如果是针对二进制文件 他指的是 普通用户在执行 这个二进制文件的时候 他的主身份 会暂时性的变成 这个二进制文件的 所数据 那也就是说 一般来说 他的主身份 就会变成入层组 主身份 这是针对二进制文件 那如果是针对的是目录呢 SJIT呢 他指的是 如果普通用户 进入这个目录 在这个目录当中 新建文件的时候 他的默认的有效度 不是这个用户 他当前所属的 这个初始组 而是这个目录的 自己的所属组 那就说 我一创建完文件 文件的默认所有者 可能是这个用户 UZE 但是所属组呢 可能是这个目录的 所属组 是root 这就是SJIT的作用 今天我们讲了SBIT SBIT 只能针对目录 它的作用是 一旦给目录赋予了SBIT 普通用户 在这个目录当中 新建的文件 只能由这个普通用户删除 而其他的普通用户 只能查看 只能修改 但是不能删除 这个目录下 这个文件的内容 这就是我们讲了 三个特殊权限的作用 我们这节课的内容 就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 如果你想和我交流 Linux学习的问题 可以登陆兄弟联官方论坛 你就可以找到我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 如果你想获取Linux 更多学习资料 请关注 新出Linux微信公用账号 你就可以找到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